据说如果有人向你丢手榴弹时 用手枪射击手榴弹就能避免受伤 那么手榴弹到底会被引爆还是机会 或者原路返回炸死敌人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打靶训练 以确保实验时能精准命中飞来的手榴弹 而首先练习的是线弹枪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项目 但吉米总是慢了半拍 以至于在几轮射击中完全脱靶 但在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后 吉米的枪法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亚当在训练之前踩到了狗屎 以至于每一枪都精准命中 但这次射击的目标都是陶瓷飞把 为了能模拟真实的手榴弹 吉米用高压气泵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 他能将手榴弹大小的油漆弹发射至所需的高度 并且他们会从正面进行射击 可这对两人来说更容易击中 似乎射中手榴弹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因为线弹枪的射击面很宽 于是他们升级了训练难度 并且由吉米向亚当投掷哑弹 而亚当则用装有油漆弹的手枪进行射击 然而这次却难倒了亚当 连续几发子弹都成功脱靶 显然单发的手枪不如线弹枪好用 直到他射出了几梭子子弹后 才顺利击中了哑弹 可当手枪子弹击中真的手榴弹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冒死用真家伙进行实验 亚当用加厚的防弹钢板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防爆屋 以确保自己在实验中不会被炸死 吉米则打造了一个排爆机器人 当手榴弹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处理险情 而手榴弹在拔掉插销后 顶部的撞针会翻转撞击产生火花 从而点燃中间的岩石隐性 经过大概5秒的岩石后点燃底部的雷管 进而引爆手榴弹的高爆炸药 下面他们将用不同枪支在岩石期间射击手榴弹 看子弹在击中手榴弹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测试的是线弹枪 在远程点燃岩石隐性后 亚当立即扣动了扳机 然而手榴弹并没有发生爆炸 而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手榴弹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已经粉身碎骨 这说明手榴弹确实能被子弹击毁 紧接着他们又用手枪进行了测试 虽然雷管被成功点燃 但却没能引爆周围的高爆炸药 因为子弹精准地消掉了隐性和雷管 这就意味着手榴弹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最后他们拿来了一把狙击步枪 这才是本次实验真正的火力 它又能对手榴弹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次手榴弹在被击穿的瞬间发生了爆炸 因为里面的雷管对压力十分敏感 而狙击枪的超高速子弹能对手榴弹造成巨大冲击力 足以让雷管提前被引爆 但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达到14米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击中手榴弹 同样会当场开袭 而想要用狙击枪在这个距离外击中手榴弹 估计比重500万还要难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女服务员的照杯越大 得到男顾客的小费也会越多 为了验证男人是不是好色 留言组决定买下一间生意火爆的咖啡屋 并让凯莉扮演三天的服务员 每天都改变不同的照杯大小 通过对比收到小费的多少 从而验证男人对不同照杯的欣赏程度 实验前他们在店内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 所有监控都显示在后面的屏幕上 以此来观察顾客对不同照杯的反应 为了区分男女顾客给的小费 格兰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收集箱 而箱子的下面被一分为二 通过遥控就能让小费流入不同的入口 实验开始第一天 凯莉没有对身材做任何改变 毫无保留展现了自己傲人的地照杯 在她甜美笑容的加持下 非常多的男顾客情不自禁为她投下了小费 经过一天的忙碌 她又能收获多少呢 通过两人的清点 最终凯莉得到了男性顾客的72美元小费 而总共接待了80位男顾客 也就是平均每人0.9美元 到了第二天 凯莉将自己的照杯缩小到了A 并且为了保持实验的严谨性 她依旧保持昨天的妆容 在接待完第80位男顾客后 凯莉拿走了小费收集箱 那么她收到的小费 会不会因为照杯的缩小而减少呢 最终通过清点 他们惊奇地发现 居然和昨天收到的金额一样 这显然和大家认知的不一样 那么如果继续将凯莉的照杯增大到F 是否就能收到更多的小费呢 为此在第三天的测试中 凯莉魔法般将自己的照杯增大到F 果不其然 刚开张不久 凯莉凭借夸张的身材 立马成了全场的焦点 看这个老色P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而这两个小伙更猥琐 谁没熟眼的想看又不敢看 还有这种拉长脖子透鸟的 更夸张的是 这位大哥完全被征服 毫不吝啬给了两美元 在这强大的吸引力下 小费也越来越多 最终他们通过计算 凯莉一共得到了98美元的小费 同样是接待了80位男顾客 却比前两天增加了30% 很显然 更大的照杯会让男人更加慷慨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不仅仅是男顾客 就连女顾客给的小费 也比前两天多了40% 所以 大家觉得男人喜欢大照杯 是因为好色 还是对美的向往呢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如果两辆卡车迎面相撞 可以将中间的小汽车加成肉饼 并且三辆车还会融合在一起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空军基地 并决定借朋友新买的汽车 进行对撞实验 但如何让车辆同时相撞呢 这次他们给卡车 分别安装上相等长度的钢篮 然后通过两个滑轮装置 与拖车相连 当拖车拉着钢篮向前行驶时 卡车就会在小汽车的位置 迎面相撞 由于如果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保险公司将不会进行赔偿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来假人老兄 并小心地将他们安顿在车内 但在安装钢篮的时候 他们却遇到了问题 因为当卡车相撞的时候 拖车的分离绳就必须断裂 以此来确保拖车不会被崩坏 而如果分离绳提前断裂 卡车就会失去控制 为了确保实验成功 他们决定增加一组分离绳 可就在实验开始后不久 意外还是出现了 分离绳提前断裂 导致卡车冲向了湖面 幸好在两人的祈祷下 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重新修复并再次增加分离绳之后 他们第二次启动了拖车 随着车速越来越快 卡车距离也越来越近 当时速达到60公里时 滑轮装置开始冒起了青烟 这让两人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伴随着钞票燃烧的声音 三辆汽车成功相撞 而中间的小汽车和卡车车头 也在瞬间消失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 虽然小汽车在撞击的瞬间被挤了出来 但从现场的损坏程度来看 应该是不能上路行驶了 很难想象 如果是真人驾驶小汽车 会不会当场开启 后来他们经过计算得到 两辆卡车撞击的力道 相当于一辆卡车 以160公里的时速撞向墙壁 那如果用火箭推进器 将卡车时速提高到1120公里 撞击小汽车又会是什么效果呢 下面亚当和吉尼来到了火箭试验场 并将好朋友新买的汽车 放在了火箭发射轨道的末端 而车后的挡板则用来模拟第一辆卡车 并且第二辆卡车有两个火箭桥代替 实验时他们会首先启动第一个火箭桥 它会产生75000磅的推进力 在半途时的速度能达到640公里 此时在启动第二个火箭桥 当撞击小汽车时 火箭桥的时速将会达到恐怖的1130公里 几乎和音速相当 接下来他们将组装好的火箭支架搬到了试验场 在插车的帮助下 火箭桥被安装在轨道的起点 本次实验将使用两组12只高速火箭进行推动 虽然它已经有将近70岁的高龄 但每一只都能提供6000多磅的推力 这样24只火箭的推力撞击汽车又会是什么效果呢 专家连接好启动线路之后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屋中 火箭以迅雷步及掩尔道零 真是从轨道划过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小汽车和水泥墙直接化成了灰尘 如此壮观的效果让亚当目瞪口呆 虽然两人尝试过无数大场面的实验 但这次的撞击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后面他们查看现场时发现 小汽车已经碎成了渣 1.3米后的钢筋水泥墙也完全消失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在1046公里的时速下 汽车如同被吃掉一样逐渐消失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再加尝试 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 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 在电影试验战场里 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 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 而男主却毫发无伤 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 并且拖关系搞到了火箭弹 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 而在实验之前 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 3 2 1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 而慢镜头显示 在拖车爆炸之后 烫手的熔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 将后面的钢板融出一个大洞 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 他们用两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 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 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 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 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 3 2 1 突然一声巨响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 通过高速相机显示 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 但由于绳子崩得不够紧 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 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 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 将绳索绷紧并提高了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 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 3 2 1 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这次子弹顺利发射 然后击中并引爆了火箭弹 所以 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 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 为此留言组需要对子弹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两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 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 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 并将图有刻度的木板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 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 当开枪的时候子弹会击穿锡箔纸 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 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 计时器就会停止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 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 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 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 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6毫秒 将两者数据带入表格中 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 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 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两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 然而专家却表示 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 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 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 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 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 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 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 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